我刚才的理论倒过来 如果欧洲哪个国家研究了一款新的战机 美国人也感兴趣也过来看 看你哪儿比我美国飞机强大 日边研究过英诗 法国是阵风 但美国真没买过 美国买过英国的钥匙 买过配备过一个大队 后来也淘汰了 因为美国飞机发展太快 你看到的真实的谎言 史瓦辛格开的那个就是药 药室现在基本上全部淘汰给了国民自卫队了 正规军里没有药 药现在是国民自卫队用的 因为美国飞机发展实在太快了 欧洲骑的驴都追不上 告诉所有的家人们 我是超级军民人 美国现役配备的所有的武器 跟卖到海外的一点都不一样 那我说 如果研发这款飞机的人卖给美国 我指的欧洲国家 他也是卖给你的标配 自己用豪配 听得懂吗 豪华版 这是个正常的心理 也是一个自己研发的东西 自己保持强大优势的前提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美国一样 就是我说这个是懂军事的人 永远都会懂 我所有的武器 我国内拥有的永远是最高配 我给你的减配 一旦你是我敌人 想过这道理没 我记得911之后啊 美国卖给沙特了26架F16V 911之后 他们在做空中抹逆飞行的时候 竟然在抹逆当中 对美制和欧洲的飞机不能开炮 不能开火 沙特人傻逼了 美军的飞机想对谁开火就开火 那他为什么对沙特的飞机不能开火呢 美国人告诉他 不能击打盟国飞机 这是在他电脑系统当中植入的 你对俄制的随便开火 对赵家的随便开火 但对我美制 我盟国的飞机不可开火 你启动不了开火系统 那我买你的飞机干啥呢 美国啊 他卖给盟国他兄弟朋友的飞机 他有几个特点 重力系统 基本大家都一样 但是最最重要出来了 软件系统 你和美国的标配不一样 识别系统不一样 火控系统不一样 雷达系统也不一样 这四个不一样 注定了你的飞机 就是母的 一旦有一天 你跟美国为敌 在天空 他是公的 你是母的 你遭受的就是强奸 没别的路 这一次俄欧战争 我个人认为 乌克兰和北约 包括美国支持的乌克兰 他一定打到俄罗斯的兵器制造工业 最少减低90%个点 最少降低90% 因为以前大家有个错觉 认为他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所以俄国武器 比如在中东啊 在像赵国呀 在像一些穷国呀 在这地方 他是有市场的 但这次在乌克兰 俄制武器几乎没市场 彻底打垮了 举个例子 海马斯本来是美军研发的 然后卖给北约各个盟友国家 但后来各国发现跟美国用的不一样 大家心里不服气 憋火 然后改进它 法国有法国改版M270 德国有德国改版M270 现在都答应给泽连斯基了 都答应给了 陆续会到战场 我告诉大家 当泽连斯基 没有海马斯的时候 基本都不敢进攻 当他有了四辆海马斯的时候 开始进攻了 到16辆的时候 已经谁都挡不住了 后来又来了四组的M270 那完全是不可阻挡 那就说明美制武器和俄制武器 出现最少两代的代查 我们来说火箭炮的炮管 俄制武器呢 辐射面广 精确度极低 哪怕你上面六个炮管 中间六个下边六个 三六一十八 它的这个误差率 有的时候高达一公里 那还打个毛啊 但美国的海马斯 精确度误差 只有一米左右 那就等于没误差了 说白了 打你的目标 三十公里 五十公里 误差一米 你觉得是有误差吗 但是它的误差 可以达到一公里 根本都炸不到你 这是过去最早的卡丘上 引起来今天的 多管火箭炮 所产生的误差率 俄罗斯以前叫卡丘沙 卡丘沙以前飞行的线 卡丘沙以前飞行的线路 它是根据 这个我们正常的弹道导弹的 不是弹道导弹了 弹道的飞行 圆弧形抛物线往前飞的 至于到哪儿 它不知道 精确度极差 但是海马斯不一样 海马斯是设定的 一旦它飞出炮管以后 它马上后边三个叉 就是调整飞行方向的三个叉 伸出来了 然后两个翅膀伸出来了 它是锁定目标的 不打目的 绝不罢休的 所以它类似于巡航导弹 那这样一玩呢 就没得玩了 一个精确制导 一个 漫无目标的轰炸 那这个爆炸效果 那连问都不用问了 那你死的比狗都难看 现在拜登在犹豫 乌克兰在要 三百公里的 海马斯火箭弹 而格罗斯害怕 因为三百公里 基本上快炸到莫斯科了 所以他说 这是底线 三百公里 你不能卖给乌克兰 你要卖给乌克兰 我就核武器 前两天 G7七国已经警报他们 不要恐吓世界 你只要动乌克兰核武器 G7说 我没有说对你动核武器 但我说 你将付出俄罗斯灭国的代价 怎么打我不知道 他没有说你用核武器 我也用核武器 No 没说 他说了 如果你敢用核武器 轰炸乌克兰 我将让你俄罗斯灭国 这话说了